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形成新阳虚 气属于阳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加重 因为气就有温序推动的作用了 现在温序推动的功能进一步降低加重 所以我们就说教材上说是新阳虚 就是温运无力了 其中温序 运化推动的作用 其实都是新气具备的功能了 所以说程度更重一点的 那么这个就新阳虚了 最后最严重阳气虚弱到极点摔阶脱失了 那就叫新阳虚拖 所以他们三者完全就是一个程度轻重的一种 一个并层可能就三个阶段 并理轻重的三个阶段发展的一种 划分为这么三个阵型的 划分为 这是新的阳气虚弱的概念上 或者病机的差别 临床表现上来看 那既然他们是一种程度轻重的一种发展 三个阶段的不同 所以在临床表现辩证的要点上来看 那就新气虚是最基础的了 主要 那么我们就要首先辩证新气虚 而辩证新气虚 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 脏腑辩证的规律 那就可以这样来理解了 首先要找到定位在新的症状 是吧 心悸心慌 整从这些表现 新的阳气脾弱这一类 一般就不是主要影响到 睡眠的情况 没有再说心悸失眠的问题了 主要是指的心脏本身 阳气不能推动 心血不能入氧心脏的 心肌正充心痛这些现象 主要在心脏的 心脏 然后既然是心气虚 那他就要符合前面 病性辩证 气虚症的特点 所以你看教材说 心气虚的表现 细数的心肌正充憋闷 是吧 胸闷这些表现而外 其他的那就是神脾 是吧 发力活动之后 游胜 致汗出等等 这些气虚的现象 是吧 气虚的现象 所以这是心气虚症 心气虚症 那么有了心气虚 我们说他要再严重发展 气的推动功能 进一步降低 气的温序作用 进一步降低 所出现的病症 是吧 这就是说 要出现一些什么的 性质上来说 就是阳虚症的 是吧 而阳虚不能温序 则寒 所以也就是说 进一步还要在心气虚基础上 出现一些虚寒的现象 是吧 阳虚症也就是虚寒症的 是吧 所以他要出现的进一步 就有未寒之冷了 这些现象 神奇发力这些 他一样的都有 那就是心阳虚症 那么最后阳气虚弱 再严重到极点 吸脱了 那吸脱的病症 在前面讲就是什么 亡阳症 或者是阳气脱失的 气脱症 是吧 所以就要见到的一些阳气脱失的病症了 那么阳气脱失的病症的临床特点是一些什么 冷汗淋漓 是吧 四肢绝冷 是吧 冷汗淋漓 四肢绝冷 脉为欲绝 面色苍白 比一般的阳气虚弱的蛋白还要严重一些了 所以 面色白是阳气虚弱一类的都可以出现 甚至于我们前面说的心血虚 当然也可以出现面色蛋白 那么阳气都脱失了 这个蛋白的特点更严重的苍白而已 所以大致上我们说这些病症 气虚症的特点 在前面讲气虚说过了 主要记住的特点 少气懒言 神皮发力 动辄有胜 是吧 动辄有胜 所以反复说反复说 麦虚无力 那阳气虚弱现在已经必备了 这个就可以不再作为气虚的诊断特点要点 是吧 阳气虚弱这一类都可以麦虚无力了 所以你就是不断的抓这些特点 的一些差别点 而阳虚 阳虚则寒 就始终主要注意这些寒相 未寒之冷 喜温喜暗 喜若饮 主要 我这只是举了一个未寒之冷 反正你想到那种寒相的一些特点 还有就是阳虚不能温化水业 是吧 阳虚就要想这些特点 那水业内停的舌子比较胖 胖嫩胖大了 是吧 胎白滑了 脉相是尺脉 这是寒相 是吧 所以就始终反复的讲 阳虚的特点 找阳虚则寒 和阳虚不能温化水业的一些症状 多说几次 那你就完全有印象 是吧 自己就可以在临床变症的时候去 不是所有的病人 这些所有的寒相 水停的症状都有 是吧 有些人见到这个现象 有些人见到那个 你就找不断的找 是吧 找到病人越多 越能支持你的诊断 哪怕出现一两个 那这一两个 就是你要辨证它 究竟是气虚 还是阳虚的这种差别 所以这是新气虚 和新阳虚的一种鉴别点 是吧 鉴别点 最严重的虚脱了 那我们就一定要找的是 阳气脱失的 亡阳症 气脱症那些症状 是吧 那就是这些现象 所以大致我们说 新气虚新阳虚新阳虚脱 教材一共讲了这么三个阵情 在我们前面已经学到的一些基础上 就把它归纳比较一下 是吧 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应该说是比较容易掌握理解的 非常典型的 这是新的阳气虚落 三个阵型的临床表现 注意的这么一些问题 是吧 第三顺带说到的治疗的方法上 那么我们始终强调 顺带说到 治法上 心气虚就补养心气 是吧 心阳虚就温虚心阳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气虚就要溢气 阳虚就要温阳 现在是新气虚 当然就补一新气 新阳虚就温补新阳 是吧 虚脱的那还是要赶快回阳就腻 这个不管哪个丈夫阳气脱实 元气脱实 那都是要赶快回阳就腻 这个都一样了 要赶快留人治病的问题 是吧 命要首先保住留下来 回阳固托 所以这是新的三个阳气虚落 一类的治法 那么你说这个究竟补心气 那么以后来说 它的方药肯定就不一样了 补心气的方 和比如说后面说补肺气 不同的方药 是吧 有差别的 有差别 这就大概我们说的 新的阳气虚落的三个阵型 三个阵型这样比较一下 这是虚正类的 新的虚正 所有的这种阵型 剩下来下面的一些阵型 就才第六的一个 是吧 175页开始说到的一些 主要属于新的实证的范围了 我们还说主要属于甚至于个别阵型 它还是虚实挫杂的 所以我们主要说它属于新的实证的 下面几个阵型的 那么教材第六的一个说的 心火抗圣 有些教材称它为心火赤胜 心火赤胜 都可以 那么心火抗圣症的话呢 顾名思义了 这个临床表现 这个病症的概念简单的说 心火抗圣 顾名思义的话呢 我这儿没写了教材有 应该可以知道 心火抗圣是指的什么症 食热症 心精火热赤胜 显然是属于食热症的 是吧 意思就把它和心因区 在概念并基上 这一句话把它鉴别开了 是吧 这是心精火热赤胜的食热症 那么临床表现来看 既然这么规定心火抗圣 是它的食热症 所以它的临床表现 辨证要点上来看 也有心烦失眠 那么这儿和心因区的特点一样的 心因区也可以 心烦失眠为主症 主要 那么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要看心火赤胜 是心精火热赤胜 按八肝辨证来说 这是属于食热症的范围 那么食热症应该伴随的 临床表现 特点是哪些的 发热中间 不再是什么 潮热 五心繁热的问题了 是吧 要发热 肯定应该是高热 壮热 如果没有引起这种发热的 它应该 面部 满面通红 面红木刺的这种面红 不是全红的 是吧 口干口渴 口渴洗冷饮的 口渴饮水量多了 和心因区的口渴不与饮有差别 是吧 烦躁多动 是吧 在心因区也可以烦躁 但是它还不至于烦躁到什么 狂躁 是吧 这个可以烦躁到一些狂躁的这些问题了 虽然还和下面说那个狂病有一定差别 但是它的动 摇 这种 是吧 动的这些症状更明显了 多动 可以有差别 再有的小便 黄刺 小便黄刺 是吧 大便 干燥 是吧 当然小便黄刺 短少 大便干燥 心因区 可不可以出现 可以 阴晶不足了 是吧 这个还不说是最重要的鉴别点 那么再有的舌相 舌红 开黄 干燥 是吧 焦力 这些现象 卖相 塑卖 塑而有力了 不是细塑卖了 是红塑卖 华塑卖 是吧 塑而有力的这些卖了 所以你总能找到的这些教材叙述的 心火赤胜的这些现象 是主要就是说的这些现象 是吧 所以它是这个心火赤胜的这种表现 当然 甚至于在主症上 这个病症 与心火抗生都有 与心因区都有差别的地方 心因区 心凡失眠 一般说来还没有出现神智症状 就说那个虚弱 还不至于找乱 导致心神异常 是吧 而心火抗生 就可以扰乱心神 出现神魂沾雨 是吧 出现神魂沾雨 这些严重的神智异常的一些 是吧 甚至于刚才我们说的狂躁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一个 还有就可能 心火赤胜 食热症 破血忘形 导致出血了 是吧 书上提到了一些出血的一些现象 所以 你在找这个主症 心筋火热 赤胜的主症里边 是吧 要定位在心的 那就是这些现象 这是心火赤胜症 注意的一些 基本最典型的临床表现的特点 另外我们说心火赤胜 按照中医基本理论的特点 这种病症 可能就更要注意了 他可能就诊的病人来就诊 不是说以心烦失眠 沾雨神昏 颠狂这些表现 是吧 狂躁这些表现 作为主症来就诊的 他是心火赤胜表现在 仅仅是口舌生疮 心烦可以有 但是他口舌生疮 下面小便刺色疼痛 那么小便除了黄刺短扫 甚至于节小便 尿道有刺色灼痛 甚至于有尿血 以这个为主症来就诊的时候 在我们中医看来 也可以 就我们现在这个教材 把这个病症 比较广泛的含义里边 都把它归到心火赤胜症来了 有些教材把它划分比较细了 把这个病症称为叫小肠食肋症 因为它有小便 刺色疼痛药血这些现象 那么这种小便异常的现象 中医认为 你口舌生疮 肯定应该我们认为 应该是属心的病 心开窍一舍 而小便又有刺色疼痛 心火在上面 为什么会引起小便 刺色疼痛药血呢 这就是中医理论里边说 心和小肠相表里 所以心火随着筋络下移 影响到小肠 那小肠影响了 为什么会导致小便异常呢 又要说小便 立别轻着参与了小便的形成 轻着渗入膀胱形成小便 所以在这儿有热 带下去了 那么这样形成要到这种刺色疼痛 所以这个病症在我们中医看来 这儿是属于心的一个病症 或者再详细一点呢 就说是小肠失落症 所以中医给大家讲 心与小肠相表里 这个生理功能的临床基础 就完全在这儿了 因为从两者丈夫来看 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差了这么远 因为功能上没有联系啊 一个是主管的是 分亲别族 一个主管的心主神志血脉 功能上也没有联系 是吧 不像脾胃 你说同居宗教都管消化 相表里 这些好理解了 肝胆同居于幼血润之下 是吧 这些都好理解 他们要相表里 而心和小肠为什么相表里 差这么大 就在于生理病理的基础在这儿 临床上这个病症 是上有口舌身疮 下有小便 刺色疼痛 治疗上 用亲力小便的一些方药却治疗 结果口舌身疮心烦 他也好转了 说明这个弱 随着小便的亲力就去了 说明他们两者之间有联系 就心和小肠的功能 联系起来了 就叫心与小肠相表里 所以他的生理病理基础在这儿很有用的 以后大家学中药方记里边专门要说的一种叫道刺伞 道刺伞 道就是引道的道 领道那个道 刺就是红色的红刺的刺 道刺伞 你想刺是红色 红色应该属于五行的雷行 属火 就是属心的 所以道刺伞就是要倾泻心火 但是他不是直接用倾泻心火的一些药物 所以他这儿 我们说这个就是 心火抗生的一种特定表现 也是我们中医认为心与小肠相表里的一种临床病理的基础 所以这是第二的一种在心火抗生要注意的 这是中医学的一个特点 因为从现代医学临床上来看 小便刺色疼痛 甚至于尿血的 从西医学来看 多半应该是什么问题了 尿路有感染发炎了 那就是泌尿道了 可能属于泌尿系统的疾病 泌尿道有感染发炎了 才小便尿痛尿血了 而我们中医说这儿 上有口舌身疮 所以我们这儿说是心火下移小肠 甚至于认为是心火抗生的一种特立的表现 所以这是中医和西医学两种思路上面的差别 不要混淆了 这是第二的一点 教材有提到的这一组表现 要特定的注意把它拉出来 作为专门的 以后学方济制造道次散的一个运用 第二点 第三点 再说我们说心凡失眠为主阵 那要内科成人才这么说 叫心凡失眠 小孩可不可以心火抗生 可以 可以心火扰乱了心神 他就睡眠不好 但是你在临床上看小孩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说 你小孩你失眠 那是不是说起来就好笑了 你给小孩来看病 他晚上睡觉不好 你给他诊断一个小孩失眠 听起来都笑话了 小孩还失什么眠 一个小孩一天在东想西想想什么想 所以注意了 儿科学有儿科的专门的名词叫夜梯 因为他晚上 这个热血扰乱心神 睡卧不宁 他就哭哭啼啼了 晚上小孩睡卧不好 他就这么闹了 闹疼了 所以这个叫夜梯 儿科是说夜梯 所以临床上遇到 以后大家学儿科 夜梯是一个专门的疾病 当然他不是说小儿的夜梯 只有心火抗症 还有其他病机 病症可以引起 其中有一个比较主要的阵型 就是心火抗症 主要的要用的也是 倒次散来进行治疗的 这就儿科学的一个专门的地方 有不同的学科 用了一些不同的名词 也稍微的熟悉一下 这是心火刺症 心火抗症的一些临床表现 注意的问题 治疗的方法 既然是食热症 肯定要清热泄火 现在是心火抗症 就清泄心火 比如说你们学的三皇 那有谁是清心火的 清心火的三皇 皇情 皇年 皇国 皇年清心火 皇国清下交 黄情清肺热上交 所以他就说你清泄心火 有些药就是专门的了 只要枝子三胶都清的 只要当然也清心火 足业 淡足业清心火了 所以你肯定有专门的一些 其他有些药 笼统的都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的 这是心火治症 大概注意这么一些问题 行了 那么新的病症里边 再往下教材第七的一个 说的心脉壁主症 对吧 心脉壁主症 那么心脉壁主症里边 主要注意的 首先概念上注意的 那么心脉壁主 壁这个壁 壁主这个壁 就相当于那个 门字里边一个财 那个壁 完全就是说的主壁不通 古籍里边 我们常常大家学 一古文有个知识上说的 同音 往往就要通假的问题 这个主壁的壁主的壁 它虽然用的是这个 意思就是完全是 主治不通的意思了 所以心脉壁主症 就是心脉被一些邪气 主治壁主不通 形成了病症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 顾名思义 这就叫心脉壁主症 那么既然有邪气 主壁不通 那么这个邪气 是什么邪气 主壁的心脉 笼统的说 当然有邪气的 就是死了 死血了 具体有什么 哪些邪气 可能我们最容易 想到的就是什么 淤血 因为心脏 心脱血脉 脉管内运行的 就是血液 主治不通的 那就是淤血 主要 所以我们最容易 想到的心脉壁主 就是 淤血 壁主 心脉不通 这个也是 现代医学 我们中西结合的观点里边 也经常用的 这种疏于 是吧 说到这些病症 就用中医的一些 活血 化瘀的药区治疗 就认为是血液 阻治不通的 淤治不畅的 主要 但是注意 按我们中医学的理论特点来看 除了血液淤治不畅 笔住 这个壁主不通 耳外 还要注意 我们认为 还有一些是痰灼 痰灼 这个呢 是说的 当然是无形之痰 不是恪受土的 那个痰 主要 认为血液中间的一些物质 昏浊的一些物质 那么这些我们说是一种痰灼 痰灼 主必不通 第三 那么往往这些病人的话呢 都年高 那么阳虚不能温序了 所以有寒血凝治 是吧 往往这些人都形体比较肥胖 肥胖中医认为什么 一个是胖人多痰丝 一个是胖人多阳虚 阳虚则寒的 所以我们也认为 有可能是寒血凝治 是吧 所以这注意 第四 再有就是气机组治 因为往往这些病人 这种病人 阻弼不通的时候 他的情绪波动 情绪波动 阻弼不通 心前的这种憋闷疼痛 压迫的病症就加重 情绪好的时候 病情比较缓解 那么情绪 我们说最主要就是 肝阻疏泄 一个要疏泄气肌 一个要疏泄情治 是吧 不能疏泄了 气肌就阻治 情绪也就不畅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这种病症 与医血 是最主要 最容易想到的 另外还要注意的 就是谭卓 谭宁 气治 我们都认为 他们可以 阻治心脉不通 不通 折痛 心前期就发生 这种憋闷疼痛的病症 这就是心脉闭脂症 主要 心脉闭脂症 这是病因上 或者也是概念上 那么所提到的一些问题 需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 刚才我们分析 它的形成原因里边说了 往往这种病人 是年龄比较大的 那么年高之后 阳气虚弱了 所以这么一看 如果我们仅仅说 心脉壁主是被 邪气主壁不通形成的病症 那你肯定就能建立起一种观念 心脉壁主症 应该是实症还是虚症的 实症的 是吧 所以实症是它最基本的 或者说它表现出来的性质 肯定主要是实症 但是要注意 它之所以有这些邪气组织 就是由于它阳气虚了 不能温序了 所以寒凝 心阳气虚了 不能推动了 所以气质血淤 心阳虚了 不能温化水液 所以水湿泪停 聚集成为潭影 是不是 所以这些瘀血 谈灼气质含淫 往往都与阳虚有关 所以这个病症 从本质上来看 究竟是实还是虚 本质上是虚 表现出来有邪气主制 所以我们说是本虚标识 虚实挫达 最准确的说就是本虚标识 直接表现的病症现象 就是既有虚又有识 虚实挫达 或者说叫因为阳气虚 才倒置邪实的主制 因虚自实 这么多的名词 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样就给我们指到一个思路 上临床遇到心脉壁阻症的时候 在治疗上可能要考虑什么呢 温通阳气 这是它的本质 其他的有淤血的活血 有气质的行气 主要有弹桌的话弹 但是都要注意温通新阳 新阳虚是它的关键本质 这个不要忽略了 所以第二点注意的 病机知道 指到我们临床的治疗的一个原则 这是第二 第三 那么再说它的名称上 在我们前面的望诊问诊 那些地方 很多地方看到了这些名词 在这把它结合起来 辩证的名称叫心脉壁阻不通 心脉壁阻症 疾病的病名的名称 壁阻不通了 胸前驱壁阻了 叫胸壁 再严重了 壁阻不通 又会发生疼痛 疼痛剧烈了 我们叫真心痛 前面在讲望诊呢 什么地方 大家问到过了 怎么叫真心痛 知道 真心痛 有点类似于现代医学说的心脚痛 心脚痛 而胸壁就类似于现代医学说的 惯心病 惯心病 我们内科学中医叫胸壁 从金贵药略讲下来的 就叫胸壁 真心痛 讲了几千年了 这么一个病 这是心脉壁阻症的概念 注意的这些 那么既然如此 所以心脉壁阻症的临床表现 或者说他的辩证要点就要注意了 实际上心脉壁阻症要划分为四个阵型的 一个病人的名称 但是只能说明他这些邪气阻壁不通的 共同症状 只能是说 壁阻不通的心前驱的憋闷疼痛 主要心慌心内的这种心脊正冲 疼痛起来可以像肩背放射 肩手臂内侧的下缘这些放射 为什么 手绍因心经 使缘着上肢内侧下缘运行 一直到小指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呢 古人说这个就要痛饮肩背 肩背这种情况 严重的那么就可以 背痛侧心心痛侧背 就是说真心痛那种的话 好像痛来对穿对脚了 心痛侧背背痛侧心的 所以这只能说明壁阻不通 这个心脉壁阻症只能说这个诊断上根据这个说明的壁阻不通的 那么这个壁阻不通的我们就要看不同的原因壁阻不通 他所伴随的特点就各不一样了 各不相同就分别叫壁阻心脉 谈宁心脉 谈壁心脉 气质心脉 所以教材上在讲的具体临床表现 再往下讲 壁阻心脉的特点 疼痛就可能怎么疼痛了 就首先把这个疼痛的特点在前面讲 问诊说过 这个间别点给抓住 是吧 首先注意这个 瘀阻的特点的疼痛是刺痛 针扎一样的疼痛 是吧 其他在病性辩证里面讲过 瘀血症的诊断要点的特点 根据什么去诊断 止按 对不对 各种止按的特点 这个心脉壁阻不太容易有那些肿块的形象 是吧 那就根据止按的特点 刺痛痛而叶胜 这个是疼痛的特点 其他的舌肢 这些止按 口唇止按 是吧 这些瘀点瘀斑 止止按的元素 一般考虑应该是瘀血的 脉象阻塑 最直接的阻塑在血脉里边 所以脉气不能衔接的这些结带脉 更有特点 是吧 更有特点 所以这是瘀阻心脉的 共同的特点 注意把它抓住 再结合我们前面那些瘀血症的一些症状 是吧 复习一下 下面还可以再复习 病性辨症里边的一些血瘀症的 是吧 弹地心脉 那么要符合弹症的特点了 那么弹症的特点 一个说疼痛的特点是脏梦疼痛了 是吧 当然只是说脏梦疼痛和气质那个脏痛 有时候就很难很准确的区别了 是吧 都可能 因为我们说所有心脉壁足都有一个憋闷疼痛 憋闷本身也有一种那个压迫脏梦的感觉 是吧 所以这儿呢只是文字上写谈壁心脉是闷痛 文字这么写 到了临床上来说 可能这个闷痛 其他的是吧 气质呢 含瘾呢 都有憋闷 有的时候这一点特点还比较难以准确把握 是吧 这个时候就看其他的症状了 因为弹的症状特别强调什么 行体肥胖就最为明显一点 整个这些病人都容易行体肥胖 是吧 那弹症的肥胖体胖的特点可能更典型 就算这个又又算还分不开 大家都比较体胖这种病人 沉重 头昏沉 自知 困重 倦怠 重灼 这是弹痴的特点 是吧 这个可以抓到了 重灼的特点 要注意了 舌胎 异胎了 是吧 异胎 弹痴 要随影可能才说 滑 所以我们说 一定说弹 弹是比较粘稠 粘 昏浊的 是吧 弹是浊 浊物 所以舌胎比较腻了 是吧 腻胎了 脉象 滑脉 滑脉 一般是主弹的特点 是吧 所以就找这些是属于弹的症状的特点 刚才我们只是笼统的说弹症 那么具体里可能弹症在前面讲弹的时候 讲了很多很多的病症 是吧 在这儿能找到的一些可能就主要注意这些了 不是说所有的弹症都可能 前面我们讲弹症中间有弹着蒙壁心包 那是要神智症状的 是吧 现在心脉壁足症还不能说有那些现象 所以主要看的这些注意的 有特点的地方 这是第二的弹壁心脉 第三 寒凝心脉 那么当然寒血凝脂了 就是说一定要找到寒症 是吧 为寒之冷 喜温 得温痛减 是吧 喜温的这些现象 麦痴 这是寒相 是吧 所以大治战 这就是找 寒凝心脉是找寒相 疼痛说来 因为心脉壁足了 都有疼痛 现在寒血凝脂收隐 阻壁不通 也就最严重 所以他疼痛相对说来 更为剧烈一些 对吧 那么就出现的是 剧痛 用的这个术语来 形容他的特点 那么我们还说 上了临床的话 你说剧痛的程度有多重 你说 有时候还不能很准确气氛开了 那你就看到了一些寒相 应该把它间接出来了 这是第三 第四 气质心脉就要特别注意了 虽然我们这儿是心病辨症 心脉壁足 但是说到气质就容易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哪个脏腑了 所以它要出现的一些症状 是属于肝筋的一些症状 血肋脏痛 胸血脏痛 脏痛是气质的特点 为什么还说一些胸血血肋 那是肝筋基于血肋两侧 因为气肌组织多半就是肝气不酥了 善太息 什么叫善太息 碳气 长瘀短碳 说明也就是情绪不舒畅 它才长瘀短碳 闷闷不乐 所以这儿就说有一些脉象玄脉 玄脉是肝的脉象 所以就说 虽然是心脉壁主心的病 你看它很多涉及的症状 与肝有关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情绪波动 会加重它心前去憋闷疼痛的现象 情绪不好 疼痛加重 情绪好一点缓解 那你就考虑这种是气质心脉的特点 那么我们说气质除了脏痛一个特点 最典型前面我们讲气质症 说气质疼痛的特点是什么疼痛 脏痛 走窜疼痛 那心脉壁主这儿有没有走窜疼痛 因为气质嘛 气质的特点就要走窜疼痛 为什么这儿主要只说了脏痛 没说走窜疼痛 走窜了就不是壁主心脉了 窜就窜到奇他经了 那就是奇他经的气质 现在我只说这是心脉气质 所以他就不再说串通那个特点 拿来鉴别他 这就是作为心脉壁主症的临床表现 注意的这么一些 这是比较鉴别的 其他的我们再休息一下 再说吧